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近日,一则关于俄军在马里乌布尔庆祝海军节时 被大规模投赌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据外媒报道,一个亲乌克兰的游击组织 在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布尔 对俄军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投赌行动 已造成两名俄军官死亡 另有至少15人仍在住院之了 马里乌布尔市市长顾问 彼得罗安德留神科证实这一消息 称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当地的俄罗斯军队 当时后者正在举行7月30日的俄罗斯海军节庆祝活动 不过,俄罗斯方面对此事暂无回应 据悉,马里乌布尔是顿涅茨克州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由于其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 自2014年以来 一直是乌克兰政府和俄罗斯支持的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夺焦点 2022年2月至5月 俄罗斯军队发动一场对马里乌布尔的围城战 最终攻占了该市 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此次投赌行动被认为 是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占领马里乌布尔的报复行为 安德留神科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庆祝活动期间 在一处俄军军事设施军官们被集体投毒 17名情况严重的俄军人被送往医院 其中两人于昨天死亡 还补充到 在马里乌布尔的俄罗斯当局认为 庆祝活动上的食物被投放了氢化物和杀虫剂 氢化物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物质 可导致呼吸衰竭和心脏麻痹 杀虫剂是一种用于防止害虫的物质 可引起中毒、过敏和癌症等疾病 安德留神科称 此次投毒行动是由马里乌布尔当地一个名为 Y组织的亲乌克兰游击队所为 该组织成立于2022年4月 在网上发布一份宣言 声称要通过各种手段反抗俄罗斯的侵略和占领 并恢复马里乌布尔的自由和民主 该组织还承认了 在过去几个月中 对俄罗斯军队和顿迪茨克人民共和国 政府进行了多次暗杀 爆炸、破坏等破坏活动 不过俄罗斯方面对此事暂无回应 西方媒体也称无法核实此事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投毒行动可能是乌克兰方面的宣传战 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俄罗斯在马里乌布尔的非法占领和残暴统治 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同情 也有人认为 此次投毒行动可能是一次真实的恐怖袭击 反映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和危险的阶段 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再来看看战场方面的消息 昨天最大的爆炸性新闻莫过于克里米亚大桥 有双挨炸 一共四个爆炸点 谁也说不清是拿什么炸的 此事发生后 俄罗斯占领当局立刻出动 抓获一名附近的拍摄者 桥被炸了他们管不了 拍照片不行 有俄媒推测是乌克兰同S-200防空导弹炸的 大雄认为不能 S-200对地发射200公里射程 打到克里米亚大桥很吃力 大雄认为是陆射小直径炸弹 还记得吗 二月份说要原物的武器 但实际上一直延迟交付 这种导弹射程150公里 可以空射 可以陆射 这种导弹有个特点 里面携带多个小炸弹 在爆炸以后 小炸弹会水平排列 炸开这种导弹可以空射 苏224可以带着这种导弹在150公里 左右的地方发射在返航 所以大雄认为 大概率是JLSDB航空炸弹到货了 而且如果是S-200破坏了 会远远大于现在 克里米亚大桥为核心的200公里为半径换的圆 昨天乌军还炸了克里米亚的这里 赫尔松方向 地涅薄荷左岸 解放区日益扩大 目前距离克里米亚入口 最近处83公里 昨天乌军炸了这里的戴奥库 乌军战线上有推进 但目前赫尔松方向 依旧受消息管制的影响 左岸游击队干掉了卡多夫斯克州 伪州长 再来看看招伙的热方向 目前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中部战场和东战场上 先说东战场 乌洛扎英俄军已经进行了至少两次增援 均被乌军击退了 昨天俄媒承认 昨晚乌军至少解放了一半的乌洛扎英 并认为乌洛扎英随时可能丢乌军随时可以插击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中部战场 罗伯纪涅方向有点复杂 因为收复罗伯纪涅只是乌军的一个目标而已 昨天在罗伯纪涅乌军小幅推进 目前整个罗伯纪涅乌军在收复的五公里土地 市区收复的不多 倒是市区外的据点有所进展 另外前一线俄军昨天说 看到了土耳其TB2无人机 事实上这种战机在之前压根就没上过俄乌战场 如果消息属实 那么乌军无人机实力又上一个大词 乌军在此似乎是想做两手准备 一面肃清罗伯纪涅的残敌 然后从目前的位置直到托克马克 ISW最新图 图中所是罗伯纪涅南部的雷区太密集了 乌军收复罗伯纪涅也没法从这走 这是在罗伯纪涅地区 M2战场掩护伤兵 在罗伯纪涅昨天一辆爆二 除雪啊 车组人员在M2步兵战车的掩护下撤退 乌东方向 普库杨斯克俄军攻势彻底凉凉 泽连斯基赶赴哈尔科夫慰问 这是乌军第五突击旅缴获的T80 这是前线乌军的生活 这视频是在培训喵星人作战吗 这是昨日的战火图啊 大鹅稳步死伤 领土稳步收复 这是大快人心啊 乌克兰每24小时重新部署一次飞机 他们能够携带远程风暴支影和斯卡普EG导弹 重新调整基地是为了保护飞机免受俄罗斯联邦的空击 过去六个月 欧盟共向乌军提供22万发炮弹 计划年底到达100万发 再来看看战场以外的消息 美国政府认为 乌韩战斗行动将持续至2024年夏季 因此华盛顿准备 请求国会为基辅提供新的援助 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 如果欧洲出现困难情况 美国也将准备好在本国领土上 为乌亚军人进行F-16的飞行培训 科比表示 俄国王部城一架苏三零在战林格勒地区 训练飞行期间坠毁 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战机没有挂载弹药 根据初步信息显示 事故原因是技术故障 受制裁的影响以后 这种事故将会常态化 德国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 玛丽反对限制乌克兰使用金牛座空射导弹 玛丽表示 乌克兰需要德国的金牛座空射导弹 以便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纯军事目标 这是因为从内里不断的遭受打击 此前 陆志社报道称 德国政府正在讨论 修改金牛座导弹 将其射程500公里 缩减至更低的数值 以便乌克兰无法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已有第14个国家加入对乌克兰安全保障 希腊成为第14个支持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国家 就算乌克兰饱受战火摧残 但这个坚定的国家仍向需要帮助的友邻提供帮助 作题 泽连斯基宣布 在斯洛文尼亚经历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后 乌克兰将向斯洛文尼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即使我们在国内打仗 我们也会帮助我们的朋友 团结是双向的 泽连斯基写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一次欧洲安全对话上说 俄罗斯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 从古至今俄国都是被逼的 有记者问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都是近几百年才得到的 请问这些土地都是怎么来的 拉夫罗夫微笑着说 这是通过友好协商送给我们的 引来现场记者的哄堂大笑 拉夫罗夫也忍不住笑了 拉夫罗夫也忍不住笑